长李大为 原本的外交部长李大为 他是支持九二共识的 他现在被换下来了 变成吴钊燮 吴钊燮一直比较是 以台湾为主体的这个外交策略 台湾那 你觉得这为什么这样 这表示既然两岸到目前无止 为止中国一向对我们 就是有读不悔的话 我们现在换了一个新的外交部长 我们会比较鹰派一点吗 不是不是鹰派一点 而是委屈既然不能求全 善意既然没有回应 那当然要要做得更 因为结果是一样的 他去解决范提纲 他去用最没有政治意义的 国际会议去杯葛我们 这个都是完全没有 完全是敢进杀绝的做法 所以委屈既然不能求全 这一次的改组是代表什么意义 讲白一点 就是走自己的路啊 一定要从美日关系的改善 去尝试做自己突破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其实在国际上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友邦在帮忙 我们日本能够改名 单位可以改名 我们在国际上还有若干的声音 就像今年开会 世界卫生大会 我们谁在替我们发言 搞了半年就只几个友邦替我们发言 我们什么都没改变 友邦不断地替我们发言 让我们还有立足发声之所 那换句话说 拿外交当两岸工作来做 就是透过外交来做两岸工作 这是必然的 也就是说没有必要再在九二共识上纠缠了 也就是把这个题目摆脱了 免得我们落在一个被动的角色上 也就是中国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 我不晓得 我不认为这是小英善意的 这个善意的扭转 变成英派 两岸变成一个英派 我相信不会 因为我还是相信小英 他两次在国庆也好 所讲的 他我们的善意不变 我们希望往来的意愿不变 可是如果中国永远纠缠在九二共识之上 台湾必须要有自己的做法 他不能永远被这个题目拖垮 好像我们是只有一条路可走 一个选择题可做 我们必须要其他的创意 我想这次改组应该是跟这些有关的